《反斜面作战》 《反斜面》在战争中最大的用途就是规避敌人的火力打击,保存有生力量,并进行有效反击。 对于无后坐立炮、坦克炮之类的直射火炮而言,由于弹道过于平直,《反斜面》就是它们难以起击的存在。 而对于榴弹炮和迫击炮等驱射火炮,虽然弯曲低弹道,能够够得着大部分反斜面区域,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的火力死角,并且因为反斜面侦察确认困难,无法准确做目标判定,即使轰炸机完全能够得着,也很难做到有效摧毁。 因此,在面对火力强大的敌人时,反斜面攻势能够有效地弥补火力劣势,减少几方伤亡。 如果要攻占反斜面阵地,最重要的就是占领身头的终极线,也就是所谓的棱线,处于棱线位置,可以对。 正反两个斜面阵地,都占据居高临下的优势,并且通过观察定位能够有效地确定反斜面隐蔽攻势和火力点,在这里设置前沿观察,所可以为后方炮兵提供各种准确的目标坐标,指引炮兵一步步修正,并摧毁反斜面攻势洞口,将敌人堵死在坑道之内。 因此,在山地争夺战中,山紧棱线的争夺至关重要。 反斜面山极线电视剧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所描述的南天门之战松山战役中,日军逐年连队,依靠山地地形优势,构筑起四道防线,其中两道位于正斜面,另一道位于反斜面, 还有一道以兼顾束宝雷核心的第四道防线,则处在山后与反斜面呈犄角之势,互相支撑。 日军当时由于已经失去和炮兵和火力优势,因此,就希望在龙文章部队,在摧毁占领正斜面表面阵地之后, 从坑道内转入反斜面进行隐蔽,带国军冲下山后,利用反斜面攻势和山下攻势,对国军进行前后夹击。 然而很不幸的是,龙文章最后带领突击队,直接将山体坑道爆破,直接突入最后山下树堡,日军反侠面阴谋也就此落空,展开全文松山战役日军地堡攻势铺面图, 反斜面作战的大规模运用,应该是太平洋战争中的日军,面对美国强大的工业化部队,和无穷无尽的飞机大炮,日军在东亚战场的火力优势尽失,只能借助于山体反斜面进行赋予顽抗,尽可能地给美军最大程度的杀伤。 在硫磺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中,日军都充分利用地形,构筑了各种反斜面攻势和完整地下碉堡群,让美军付出了近一比一的伤亡。 冲绳岛战役,美军在占据压倒性火力优势的情况下,伤亡三万余人,成为太平洋战争中,单次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。 冲绳岛战役,而真正将反斜面作战,运用到炉火纯兴境界的,当属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,其中最经典的战力,莫过于艰苦卓绝的上甘岭之战。 当时,美军纠集了六万部队,动用坦克计,一百七十辆,火炮三百多门,飞机三千余架次,对上甘岭这些仅仅三点七平方公里的高地,倾泄了近二百万发炮弹,山头被削平近两米,但是,始终无法前进半步。 最主要的原因,就是志愿军利用山体构筑了正反斜面相通,各种岸上火力点完备的地下坑道攻势,这些攻势配合志愿军灵活机动的战术,以及敢打赏拼刺的顽强作风,最终成就了上甘岭的奇迹。 上甘岭战役地形图,不过反斜面攻势虽然厉害,却也存在天生的弱点,反斜面阵地布置的火炮,受限于山体屏蔽,射角狭窄,很难对正面进攻的正斜面的敌人,进行有效支援,只能延伸射角对远距离敌人进行压制。 因此,从战争需求来看,反斜面作战,一般是属于烈士被动状态下的被动防御,属于固定阵位的防守作战,无法有效地进行主动进攻,其次反斜面作战,一旦被敌人围困,很容易导致缺水断粮,并最终被活活耗死,因此必须在反斜面洞口部署相应的兵力,进行防守防止敌人绕后, 间接地削弱了正面阵地的兵力部署,反斜面炮火受限,而随着现代化作战中,强大的钻地炸弹的应用,反斜面作战,也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优势,面对美军钻地能力达60米的MOP炸弹,任何反斜面攻势,都只不过是窗户纸而已,一统就破。 时至今日,现代化的反斜面作战,如果没有完整防空火力的支持,也已经很难获胜,但不可否认的是,它依旧是低强度战争中,一个必须点亮的技能点。 美军各类钻地,但钻地深度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